罷免權的放寬 剛才有很多的提案委員有對於罷免權的放寬 或者是原住民族的選制的變動 我想部長您身為主管機關 請問對這個部分有沒有做過我們的公聽會 或者是廣收意見 尤其是涉及廣收意見 這個之前 內政部也曾經邀請了專家學者就相關的議題 包括譬如說顯霸法裡面 要不要在罷免的時候能不能開放給大家來這個開宣傳 那我們也開過這樣的會大家認為說並無不可 因為立法當時的研議是保障 這個怕這個在位的人他有比較優勢 反而因為宣傳的時候對他有利 但是時空的改變大家覺得說現在 應該可以讓大家可以有宣傳的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大家也都贊成 是 那今天針對我們現在這個 因為花蓮部分其實原住民族也非常的多 針對我們原住民族的權益的部分 請問內政部有做過有跟我們原住民族的 這個鄉親們或者是這個來做過研討嗎 我請我們市長跟您報告 我印象中是我們沒有特別針對哪一個族群 但是 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 那個原住民立委有幾個立委都蠻關心的 我們也都跟他做過討論 然後對於這個所謂的選制包括到不管是中央或 地方的部分我們也都跟原民會有做過討論 是 因為現在我們94年這個原住民的基本法律這個提案以後 到目前是這個監察院有一個報告就是說 我們目前關於原住民族的這個法案通過的部分 才大概50幾% 還有其實還有無中法律是還沒有過的 那中央政府這個連保障我們原住民族的基本權力都還沒有盡到的時候 現在連我們憲法保障的選舉權 也要用少數人的觀點來修改 部長您覺得呢 我想這和修改涉及到這一個被管理對象的話 那當然應該要都尊重這個相關這個權力關係人的這個意見 那您剛才說的對於原住民有關的相關的規定 我們是要都徵詢原住民的這個意見 所以我剛才我們市長也說明 在這樣討論過程中我們對於原住民的立委以及原民會的意見 我們都非常的重視 是 因為現在這樣子我們的這個罷免法中的第73條 對立法委員就職後因死亡辭職或其他事有出缺的時候 他的這個任期如果還這個不滿一年就是任期如果還不滿一年的時候 就不做的補選嘛 但是任期如果還有這個一年以上的話是會進行補選的對不對 是 而且是 對沒有錯現在是有這樣的規定 是 那現在有委員提出來是針對我們的地補的部分 我想這個我們同樣一個選舉制度上我想好像不應該是用地補的吧 這個地補剛才我們在報告我想這個包括中選會都有報告 其實地補現行的規定大概是會選的部分是有地補的規定 是 那其他的話沒有地補的規定 當然在考論的過程中我聽說以前也考慮到有道德風險啦 或者還有民意的代表性的問題啦 等等這些的這個因素 所以我想如果要一粒採地補的話可能要有比較周延的一個考量 所以剛才我們這個中選會的報告書裡面 這個本席有看到 所以在這個地補的正當性 還有我們民意的代表性都值得上去嘛 那還有一個我們中選會一直提出來的是我們的成本 社會成本的部分成本效益的部分 我想代表民意的部分成本效益是唯一的考量嗎 當然不是 但是畢竟我們也要在國家這個財政很困難的情況之下 那選舉的確如中選會劉主委所說的 是非常昂貴的一個政治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也應該要審慎的為之 另外一方面也是要考慮到 整個這個安定性 政治的安定性 因為你現在如果說 用成本效益做成他唯一的考量 絕對不是 那憲法保障的選舉權就會被忽略 其實在成本效益的考量 其實在花東建設也是一樣的 花東建設 我們的花東快速道路也是成本效益的考量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這是一個基本人權的部分 也是我們這個憲法賦予我們的選舉權的部分 所以我本心想如果這個成本效益真的不是我們唯一的考量 因為這裡面所提到的各種門檻 既然是門檻是一個標準 那當然沒有不可以討論的這個問題 但是在討論的問題的時候我們希望理性從各個角度來看怎麼定是最好的 是 所以這個修法是國家的大事真的是要全面方方面面的考量 要一體適用才是 所以剛才以我們的這個中選會我們的劉主委 劉主委提的我們這個成本效益的社會花費的非常大的成本效益 那現在我們來談談這個我們總統副總統 總統以及我們立委的選舉的部分 也是因為這個社會浪費了非常大的社會成本效益之下 成本之下呢我們現在發生了很大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過渡期太長了 這個部分我想請問一下部長您的看法呢 總統和立委的選舉 的確我是覺得這個從立法委員 從我們總統選出了以後到交接長達快四個月的確是很長 我們最近也看得出來有一些相當尷尬的問題 是 所以其實在總統和立委的合併選舉 這一次一定是第二次了 第一次這個沒有這個政黨輪替的問題 但是從75年我們開放了黨禁和報禁 這40年來到這個3月10號我們已經有295個政黨成立 而且我相信這個本性相信這個民主的機制會這個 而且政黨的輪替執政會越來越頻繁 那所以在我們現在立委和總統的合併選舉 這個這個期間非常的長 尤其是這一次 所以造成我們所有的這個內閣 這個形勢都非常的艱困也艱難 但是所有的民生問題 所有的這個經濟發展的問題都不能等待 所以在這裡本席想請問一下 在現在這個已經造成這個社會成本的浪費 還有社會的動盪 國家政治的動盪變成兩個太陽在這裡 所以在未來的部分 部長這個您有什麼建議和看法呢 因為這兩個日期啊 都是就職的日期都是憲法的規定 但是選舉的時間到底要不要合併 我想是中選會的權責 我不會業主代表 所以其實在基本上我國的憲政的這個制度上 總統和立委本來就是分開選舉的 是不是這樣 不要因為這個社會 我們社會成本考量而把它併在一起 尤其是我們現在 請問我們現在是 是這個這個首長制 我們現在是我們內閣制 還是雙手長制 這個是很難的問題 我們應該也不是內閣制 也不是總統制 我們是比較接近內閣制的 這個是雙手長制 但是這個憲法學者各有不同的解讀 是 所以其實啊 其實這個我們應該是算雙手長制 那在這四個月的這個交接的期間 其實也讓這個立法院在我們的這個總統 副總統這個職務的交接條例也是 也是鬧得沸沸揚揚揚 還好這一次我們行政院長 張院長在0206的處理得宜 否則新聞也是蠻大的 所以在這裡啊真的是 就是這個本席真的要建議 我們是不是在未來這個總統立委 和平巡局的時候 是不是在方方面面都有一些考量 這個是中選會的錢 所以我們請劉主委好不好 好棒 許委員啊 就是中選會在選擇這個投票日期的時候 當然也是各方面的各種因素都一起考量 才會做這樣的選擇啦 不是說成本不是唯一的考量 這個我想也向委員報告 另外我們提到成本的時候是 並不是單純的選舉選物的開支 我們考慮到是整個社會 在四個月內兩次動員這樣的成本 跟一次動員的成本來比較 所以我們的主委也沒有想到 會發生以目前這個四個 將近四個月的這個過渡期 會造成這個國家社會的動盪 包括委員我不太認為現在國家有什麼動盪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以目前的那個交接的過程 我認為是相當平順的 那這種平順是靠兩個交接小說 這兩個團隊本身大家開誠布公來做 我覺得目前狀況應該就是這個樣子 謝謝 是 所以本期希望中選會 未來在做選務工作時 真的是秉持的我們的公正客觀的原則 還有這個對於這個 杜絕我們選舉過程中 對國家的這個社會成本的浪費 以及我們選舉成為我們實踐民主 鞏固這個民主的最好的工具 在這裡 這個台灣算是 這個世界民主機制非常好的地方了 那在這裡這個謝謝我們的部長 真的辛苦了 我想這一段時間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謝謝部長 謝謝主委 謝謝 好 接下來黃昭順委員 主席我想請部長跟中選會主委 好 請兩位 黃昭順委員 我想昨天在立法院 是我們在有史以來立法院 大概院長在執行的時候 不被尊重 沒有上台打選的第一次 所以剛才中選會的主委在說 當然現在不覺得有什麼 國家有動盪 事實上這個時間 我們本來就不覺得 國家會有動盪